好 轻松一下 这什么都在涨 宝宝的尿布奶粉也不例外 而这一场爬行比赛 宝宝们要靠自己来赚奶粉钱 也要靠自己赚尿布了 不过同时也考验奶爸们的包尿布格林 前三名爬到终点的小宝贝就可以得到两包尿布 算一算也要好几百块钱 60位家长抱着小朋友来参加 希望能够多少省点钱 只不过不知道是现场人太多 还是声音太大声 有的宝宝还没开始直接大哭气赛 有的则是呆坐在原地 好不容易往前爬 却发现卡卡的 原来是尿布掉了 平常有在帮他包尿布 把他断掉了 这都得怪当奶爸的包尿布技术太差 原来这场爬行比赛比的不只是谁的爬行速度快 连当爸爸的包尿布技巧也是关键 你看这个小朋友不就笑得很开心吗 尿布包得好 和声这样子 可别以为这位爸爸随便说说 尿布的选择还真的会影响小宝宝的心情 提供消费者一个认识的方式 有一个五字绝 就是干透柔弹剂 会建议要找比较高透气材质的话 那你材料要比较柔软 那你腰尾的话本身在使用宝宝的 腰部也会比较清爽 宝宝生命中的第一场接力赛 不少人全家总动员真的是热闹非凡 中天新闻新北市纵横报导